大家都知道如果我们人类 遇到一些未知的事物的时候 会感到恐惧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比如说为什么会闪电 为什么会地震 假如我们对这些事情未知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想象 说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在调性天神 所以我们要被惩罚 我们要献祭之类的 要献祭 对对对 要把同男同女抓去河里面填 这样子 大家好 我是沃草的萌萌 我是雪莉 欢迎收听民房关我什么事 带你关心民房大小事 沃草最近出了新版的民房手册 积极行动指南 那今天这一集呢 就来聊这本手册吧 我想最近 如果有关心沃草 各社群平台的朋友 应该都有发现 我们最近又做了一本新的民房手册 叫做积极行动指南 跟我们上一本比 因为我们上一年算是 2022年初出的嘛 大概隔了快两年 那其实我们这本 已经筹备了快一年的时间了 我们有成功的把一些 原本没有加进去的内容加进去 原本为什么有哪些内容 没有加进去呢 可能等一下可以问一下雪莉 那这是他让我们加进去的 这本不一样的手册 其实必须承认 我们第一本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考量很多的 在国内外情境 因为2022年初 那个时候其实也还没有发生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那个战争嘛 那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 好像虽然其实我们背后 第一本手册想要讲就是 大家如果面对战争的情境 该怎么做 但是又怕说直接提战争 好像太敏感 大家会觉得你们怎么握槽 是不是在挑衅 怎么在讲这个题目上迎战 所以我们其实一开始 还是比较用一些防灾 灾防就面对你天灾人祸的时候 你可能要先做好一些准备 那只是战争是一种 某种特别的复合性灾难 用那样的脉络 去做我们第一本手册 但是后来呢 很多国内外的朋友 看到我们第一本手册之后 就觉得我们东西做得很好 可是呢我们好像可以更直接一点 去面对说台湾面临可能的战争 该做好哪些准备 或者是做第一本的时候 可能觉得直接讲战争太hard code了 太敏感太直切的 说那个气氛可能还不对 对结果出了之后 就发生了很多事情 你这样讲的 好像我们出了造成战争 不是不是不是 要郑重的澄清 对没有人是因为看了我们这本书 社会气氛发生了一些变化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开始 可以考虑放到手册里面 原本想说不适合 太hard code太强烈的东西 我们就这一次就把成功加进来 所以就是这个内容上面 也增加了非常丰富 据说页数也膨胀了不少 对差不多来到了70页 上一本是40 对其实是将近两倍 Double 对那上一本是公民行动指南 这本是积极行动指南 那所以两者之间 是有种续集的感觉吗 或者是续第二本吗 对其实就跟刚刚讲的一样 所以它其实是内容更丰富了 因为讲续集 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因为你看续集的话 变成是第二集 你一定要看过第一集 才能看过第二集 但其实我们积极行动指南 新手册的内容 其实是更全面的 所以你不需要看过第一集 也可以看懂 但是我这样讲 大家可能就不会去买第一集 所以呢 我们强烈建议 大家还是可以去继续上网 购买我们的 公民行动指南的资本手册 那我们第二本的 积极行动指南 现在是免费线上看 然后之后会不会有一些 特殊化的资本的销售 这个等一下学历也可以补充 对 有吗 不是干嘛破我梗啊 没关系 好啦对那总之就是 公民行动指南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邀请了 蛮重要的参画家 阿斯塔的合作啦 对那公民行动指南 也有通过 2022年经典设计奖的初审 对初审就有点类似入围 但是当然后面还有副审跟绝审 入围就是肯定 对我就是有点不好意思讲 想要让那个梦梦讲 多标没有概念 对然后反正因为后面还有 两个阶段就没有通过 但至少通过第一阶段 我们就已经还蛮高兴啦 因为毕竟我们卧槽的重点 可能没有那么多 就是完全花在 投设计奖上面 但我们在设计跟叉画方面 还是花了蛮多力气的这样子 那阿斯塔自己过去是 以这个白色恐怖相关的作品 过这个三成三的国际 当代叉画大奖的赢奖 对应该赢奖就 应该就是第二名 对金奖赢奖的那个赢奖这样子 超过两个人参加绝对 对超过很多 对好 所以就是这个叉画家 本身也蛮厉害的 然后他基本上也是 很关心相关的议题的叉画家 那这一次的经济行动指南 也由他超刀化了 非常多精彩的内容 对其实我们第一次 那个第一本发 公民行动指南 那个时候有得到一些 意外的feedback 或是什么 跨年龄层的人 都非常喜欢看 然后很多是小朋友 就是有点像说 即使他 大家还可能对内容 不一定有那样的了解 但因为我们的插图 其实都很吸引人 可以让大家 就是你可能文字 不是那么理解 你都可以很快一番一番 就进入状况 有些小朋友也都很喜欢 这次当然也是 其实我们也希望 就是说用一些 比较简单 就是插图 很多图表的方式 让任何年龄层的人 都可以很快的读懂 我们到底想要传达 什么样的概念 所以这次 机器行动指南 也是想请 这个阿斯大化 或者是软性表达一些 哈口的东西 不要有一种 大家想象中 刻板印象的感觉 那可能比较软一点 然后比较有趣 生动 而且重点也是说 我们也是 consult很多的专家 在内容千万不能出错的情况之下 用一般人 能够听得懂的方式 去传达这种各种 关于民房的概念 而且我觉得这次 其实我们也蛮高兴的 就是因为有很多 这个国外的朋友 也都非常关注 我们的这次的作品 我们第一集出了之后 他们非常鼓励 我们这个出第二本 然后所以我们第二本 这个一上线啊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 寄这个线上 可以线上看的链接 给他们看 他们就提到说 哦 真的是 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艺术品 你千万要印出来 他就算看不懂中文 他也要就印出来 当作一个摆设 就算大家看不懂 你们也可以跟我们买纸本 对 这是一个艺术品 可以收藏 可以收藏的话 可以买两本 一本就是收藏起来 一本就是可以翻译 一本实用这样子 一本收藏 对 对 好 所以在这个画面啊 设计啊 或者是视觉方面 我们自己是还蛮有信心的啦 就是真的是蛮漂亮的 真的 这次的积极行动指南 名字既然有一个积极 那是不是表示 这个内容设定上面 其实是期待比上一本 更具体 然后操作性更高的行动指南呢 对 就是这个说问解智嘛 对 说问解智 我们上次是公民行动指南 那这次是积极行动指南 所以就表示说 我们是希望大家 就是好像废话 希望大家更积极 可以做一些事情 好了 好 后来 这听起来很废话 但我觉得 还是有一点点差异 我觉得那个背后 想要传达的概念 有一点不一样 那个有点像在于说 很多坊间 民间 他们当然有一些 类似的刊物啊 教大家如果 战争灾难发生的时候 你要如何应对 但很多这些刊物的重点 是教大家如何活下来 不是说活下来不重要 对 活下来非常重要 你要活下来 才能做其他各种事情 我们积极行动 更想强调就是说 你除了活下来 你自己活下来 你让你的家人活下来 你还可以做更多事情的准备 或如果真的发生在战争灾难的时候 你可以做出更多主动的行动 去帮助你的社区 然后或是帮助整个社会 整个国家 更有效地去抵抗敌人 这样子 那举例来说呢 像我们这次积极行动指南 其实我们一开始 就让大家去了解说 战争有哪些可能的情境 那这个是我们上一次没有 那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这个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我们人类 遇到一些未知的事物的时候呢 会感到恐惧 因为我们不知道 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为什么比如说为什么会闪电 为什么会地震 假如我们对这些事情未知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有很多的想象 说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我们在挑衅天神 所以我们要被惩罚 怎么要献祭之类 要献祭 对对对 要把同男同女抓去河里面填 这样子 可能我们就会有一些 就不理性的一些回应 那其实某些程度面对战争 也是这种感觉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战争 可能轻轻不了解 说会不会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这个中国一发射飞弹 我们就全台湾都断圆残壁 或是中国只要什么 他们现在什么航空母舰很强 他们是什么登陆艇 然后可以直接万传齐发 那我们台湾就什么 24小时就被占领了 如果我们对一些 可能的战争情境 很容易被一些 没有足够的知识 就被哄骗的话 那我们就会极端的害怕 到时候我们就献祭 那我们拿什么献祭 我们就拿我们台湾的民主自由 我们的主权去献祭 因为我们怕被惩罚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去牺牲 但是其实不需要那么多 我们可以如果知道说 比如说天灾地震台风 有它的原理 那战争一样有它相关的知识 可以学习 那如果我们了解 可能的战争情境 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我们事先可以做好 哪些准备 所以当然我们的首次 有跟大家讲到说 你有可能要做什么 物资上的准备 然后你可能要做什么 技能上的准备 你可以怎么先自我训练 等等 那这样的话 你可能知道有些应对方式 面对一些 你看中国在我们旁边 一种天灾 面对一些灾难 可能的应对方式 你就算没有办法 阻止灾难的发生 但你可以透过提前准备 减少伤害 你不那么害怕 你就不会动不动 就把台湾的民主自由 拿出来献祭 所以如果以结论来说 就是知道如何面对 中国在旁边 这样子的天灾 就比较不容易乱拿 台湾的民主自由去献祭 对 就是大家可能平常觉得 战争离国很远 所以不太愿意去了解 或是就觉得说 好像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 这本机器行动指南 就是告诉大家说 没有没有 你其实大家都可以 做一些什么事情 改变一些这个想法 那你就可以更能够 参与保卫台湾 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做的 内容听起来很丰富 也蛮专业的 那在制作上面 就是因为在一些战争 准备等等的 听起来是蛮难的题目 那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或者是有什么想 跟大家分享的吗 纯粹就内容制作本身 其实用我们机器行政营 做第二本 我们之前做 国民行动指南 加上那时候很多 没放进去的东西 这是在加到 我们的机器行动指南里面 必须说 因为这一年多来 那因为国内外局势的关系 所以政府确实有做一些改变 但让我们最困难的 就是说这个政府做改变的时候 也许你会发现 他某一个A网站 他某些资讯有更新 然后到了一些B网站 看好像又不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们就很困难 就说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内容做出来 可能很多比如说 关于避难的知识要怎么样 或是怎样直写的方式 用什么样的工具 是最正确的 可能会有十种说法 或是某一百种说法 我们想要说 好那我们要选一个 最能够有官方背书的 所以看政府部门的网站 怎么写 但是你可能A网站 B网站写的就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很困扰 说这些东西 到底该放哪一个 比较不容易出错 当然其实我们也去 consult很多专家 就希望能够透过专家背书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还是必须要抱怨一下 就是政府各部门的网站 也许他们有持续来更新 但是就是可能某些网站有 某些也没有 这就让我们很困扰 所以其实相关的资讯 有蛮多不同的管道的 那机器行动指南 就是帮大家这个整理 然后也问过专家说 以结论来说这些是 我们问过觉得适合 对相对正确的 就是这台机有人可以扛的 对刚刚讲到避难知识 讲的是pose 不是knowledge的那个 对避难知识 对对 我们也有很多避难知识 对对 知识是一种知识 好的 对 要不然我这我要讲 就是我们光是那个 我们还重化你知道吗 就是大家知道 比如说如果空袭的时候 空袭的时候 身体要呈现什么样的 对比较那个简单 就是大家知道 要耳朵捂起来 然后遮住眼睛 然后嘴巴尾开 嘴巴张开 为什么嘴巴张开呢 那是因为这个 如果有爆炸空气波的话 如果你没有张开 你会这个受到压力的影响 你可能会受伤 这样子 比较像是 因为像平板的 那个柜子的平板的知识呢 还是你膝盖要不要落地 还是你要蹲着 就是这几个知识 我们都去控制了 不同的专家 然后可能政府不同的网站 还有不同的写法 不同的呈现方式 他们根本根本没有想那么多 就是哦 反正就放一张照片上去好了 不知道会有人就真的很 结果就卧槽想最多 在意那个戏 所以还请绘师化了 几个不同的 可是所以到底是哪个知识呢 你们大家自己上网去看就知道 到底是要用平板的知识 跪姿 还是用蹲的 不是我平板的知识 听起来就不是很正确 棒式大家是可以维持多久 强烈怀疑 对空袭都什么三分钟 就在那边棒式 没有就是棒式那个样子 但是你的膝盖是 膝盖是落地 但是就是你的胸口 要离开地面 因为会有震破 你感觉会贴着会受伤 所以就是有一些细节上面的不同 大家可以再参考 这个积极行动指南 还有一个就是 大家有看过 这个防空避难的资讯 我以前介绍的都是那种 有一个原理像一个铁板 钢板铜板 那种金属材质的一个板子 然后橘橘的 然后上面可能会说 这里是防空避难证事 然后有多少人 你们预计收容多少人数 以前是这个 公平行动指南上有图 大家可以去参考 对第一版有图 现在政府都改成 另外一种A4彩印 好像有一个人 就是往个箭头的方向 然后往下走的 那个防空避难设施的资讯的图 然后我们就发现说 不知道从何年何月开始 我们卧槽的办公室的一楼 就被贴一张这个图 我们在前一版的 那个金属的版的还不是 然后这个A4彩印版的 我们就是了 所以我们还研究说 这什么时候改的 为什么好像我们都不知道 然后还去上网去查了 就是那内政部 他们公开的资讯 到底防空避难设施 在哪里的地址 好像又跟我们又不同 但为什么会贴到我们门口 所以这个就像是 政府的资讯 他线上的数位资讯 跟实际上他贴的 这个防空避难设施的资讯引导 到底有没有很同步 还是只有现场贴的时候 大家乱贴乱 所以这个也是很值得 让大家这个 好好去定一下 我们政府没做好的地方 其实应该是说 以前这个题目 大家可能没有花 那么多力气跟时间在关注 那现在这个相关的 资讯渐渐发达 然后大家也开始有意识之后 可能就可以一起注意说 周遭的这些标识 有什么样的问题 或者是又可以做什么调整 就让我想到的话 刚刚也可以补充 前一阵子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题目 这个民房的题目 所以很多国际的媒体 对于这个题目 都很有兴趣 常来找我们 上次应该是有 比利时的这个纪录片团队 来找我们 然后我们想说 就跟他们说 要不要看我们 那个办公室的地下室 这听起来 要不要来我们办公室 看地下室 防空避难设施 这样子 当然我们是讲英文 对 那不是重点 那不是重点 总之我们就带他开箱 我们卧槽办公室的那个 大家如果有影响 也许公寓啊 或者华夏那种 就地下室不是停车场的 是那种 不知道放什么东西的地方 我们就成功带他们 去看我们这个地下室 那他们看到就很impressed 就是很震惊 人高马大 然后就看到 我们这地下室的空间 然后就会想说 天哪 如果真的发生空袭 你们要躲的地方吗 而且是官方设定 应该要躲的地方 对 然后就是 而且我们也是 第一次真的走下去认真看 我们之前是知道说 OK 就是在那个地方 我们大概知道 但是因为那天 还有摄影器啊 还有这个什么手电筒啊 就我们认真的看一遍 就好像确实很多 需要改进的地方了 所以大家 如果真的有兴趣 你可以看一下 你除了知道说 对防空变弹设施在这里 比我最近有这两三个 就如果可以的话 你不妨也走下去看看 随便会发现一些 不应该在那边出现的东西 或者说 你觉得什么东西 应该在那边出现 或是也许需要灯啊 也许需要什么啊 通风设施啊 你可以自己想办法看看 有没有办法跟社区啊 什么的讨论一下 把那个地方改得更好 让它可以更有效的 成为一个防空避难空间 我觉得这两本手册 就包括关门行动指南 跟机器行动指南 一直在做的事情 其实是鼓励大家 实际的去了解 你日常生活中的 不管是人啊 然后避难设施啊 然后设备啊 等等的 就也许 比如说你可能 真的很难说 去跟周遭的管委会反映 说要把那地方改好 但比如说你至少知道说 这个地方是有这样子的情况 那你心里有一个地嘛 那有适合的时候 就去其他地方 对 去其他地方 或是有适合的场合 你可以提出啦 就我会觉得说 也不是说叫大家 现在立刻就要去看了 立刻现在 马上楼眼 知道说在这些 讨论避难的知识 跟知识的时候 有询问了不同的顾问 真的 那因为有看到 比如说马世元啊 苏子元两位老师 都当了顾问 急救单元里面 也有跟安妮 或者是壮阔台湾 跟杨贤青心理师 等等的单位合作 这样子 所以卧槽在 民房这个议题上面 目前的自我期待 是比较类似 民房的媒体 整合资讯 这样子的定位吗 我觉得我们 最想要做的就是 因为很多的NGO 很多的团体 其实都默默的在做很多 关于宣传 民房相关的资讯 那其实很多相关的 就是真的在网络上 也都是免费的资源 很可惜的时候 有些可能只看到一部分 有些人可能 看到关于急救的 有些人可能关于止血的 有些人关于 比如叫做 心理层面的内容 我们就希望说 把这些资源 都能够整合起来 让该看见的东西 被更多人看到 就是我们每次都在讲 这个整体社会的任性 我们自己也很像是 做一个平台广接善缘 就是大家如果愿意的话 我们互相把这些资源共享 所以这次也是线上免费的 比如说你看到我们手册中 有关于止血的内容 那你可以说 我这样子看图像 只看文字 可能没有很清楚 我们旁边有些QR Code的连结 你就可以去看 比如说安逸什么的 就是他们是线上教大家 我做一些影片 就是如何去止血 或是判断一些 带有没有意识 或者是有中国台湾的一些课程 或者线上他们有些 有用的QA的一些题目 教你如何去应对 还有就是我们这次 其实很多心理事业 在做一些灾难心理 就是以前是发生什么天灾 比如说地震 台风 或者空难的时候 那他们如何去第一线 第一时间去照顾受难者 受难者家属 或是目睹这些事件的人的情绪 让他们不会就是慌乱这样子 然后或是可以减少之后 可能造成心理冲击 等等我们就把这些 有用的资讯都整合起来 而且用人类看得懂的方式呈现 这个很重要 然后搭配很多插话 对对对对 我们就当这个平台 把这些资源 用最好的方式呈现出去 然后让这个影响力可以最大化 好 那前面讲了一下 这个制作前的一些事情 那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下 积极行动指南 大致上有介绍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有点长 这个要全部勾诉有点困难 我想我们就从目录来勾诉一次好了 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说积极行动指南 有哪一些章节啦 那这些章节大概想要讲 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在设定这个章节的时候 想要带大家进入 那可能的情境之后 所以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跟大家读者介绍 就是说 什么是战争可能的情境 这不一定是步骤啦 但也有可能是严重程度 最轻的 也许是可能是对你进行一些 经贸的封锁啊 或者舆论战 经济战这种 可能就是战争的一种形态 或者是他可能会 针对你的关键技术设施啊 或是操作恐怖分子 第五众队去影响你 国内的一些社会秩序 最严重的当然就是 真的物理上的热战 就是真的出兵 然后攻打空袭等等 当你知道有这些 可能会遇到情境之后 你就会想说 好如果碰到这些可能情境 我可以怎么应对 第一层的应对的话 就是真的如果战场 发生在你周边的时候 你可以怎么做 我们有些简单的准则 跟大家讲说 什么东西不要做 什么东西不要做 你可以有效的活下来 比如说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就是之前我们可能有提过 就是你不要穿 军事风格的服装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穿军事风格服装 你可能对于敌人 或对我方的军队而言 看起来都是一个 不是自己的军人 所以你可能会被攻击 或者你路边不要顺便剪枪 一个是他可能是 剪的会爆炸 就是他可能是假的那种鬼类 会爆炸让你受伤的地雷 或者是你剪的之后 你拿到那个枪之后 你要干嘛 一样你可能会被敌人 或是我方的军队认为说 你是不知道哪来的持枪的分子 或是你可能把自己弄受伤 对对对对 或是让自己的情风好有受伤 的背部受伤 对对对对 小心让你大家说 在第一线第一时间 你要怎么样活下来 不要死掉 这刚才很重要的 虽然这不是唯一的事情 但是这很重要 你要如何自救活下来 那再来就提到 就是说 如果是因为有可能的 战争情境发生 你应该要做好 哪些事情的准备呢 所以我们就教大家一些 如何准备物资 比如说水 食物 或是一些基本的急救 药 等等这些东西 就是你平常就要准备 而且跟你有不同种的准备 就比如说 有些东西是 你可能会受困在住宅 住家内 所以你可能在家中 你要准备 可能一几个礼拜 两个礼拜左右的一些 食物啊水等等 但还有这种情境是 你可能会需要一个背包 就出一发生事情 你马上就要背着走 那可能是要让你 背着走的时候 一到三天内 你可以勉强活下来 一个这样的一个背包 就防灾病难包 或者甚至是说 你也许碰到更极端的情境 你可能需要在野外 获得热量 或是获得水 你可以做好 事先拿一些 道具工具的准备 或是你要怎么去取得 或是你可以利用一些 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得到足够的热量和水 教你可以怎么活下来的方式 那再来 更严重的情境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不信 你受伤了 那这样比如说 也许有东西坍塌 或者真的有流弹波及 让你失血受伤 那你要怎么样 帮别人的话 是你要如何评估 这样的伤势 你要如何帮忙止血 或是说 你要怎么判断 我怎样会有生命危险 那还有就 移动病患啊 包扎等等 这都是一个 我们就大概做一些 简单的图像的方式介绍 还有一个很重要 我们是这次也要放进去 就是我们之前也常提到 就是如果碰到灾难 碰到战争的 这个心理冲击 你要如何去排解 这个样的心理冲击 去帮自己 帮别人 去解决这样的问题 让你能够有效的 在高压的环境中活下来 前面这几趴呢 都比较像是说 当你能够 让自己活下来的时候 你让自己活下来 你让你身边的人 能够活下来 我妈可以做 积极很多事情 比如说什么呢 你可以加入抵抗行列 但这个加入抵抗行列 不是说就是 每个人都要拿刀 拿枪上前线杀敌 这样子 当然可以选择这么做 那你可以加入军队 善于使用社群媒体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 在国际上 就像我们就反着 这个网路上的 资讯作战一样 我们去宣扬说 台湾人的抗敌啊 敌人有做一些 什么违反人道的事情啊 然后要去 这个增加预论压力 或者是说 其实像现在 那个国防部国界 他们就开始做一些 相关的培训 还有些计划 训练一些 这样的无人机 那个词叫什么 飞手 飞手 对 无人机飞手 就比如说 你有一些技能 他可能可以在战争的时候 派上游泳场 你可以协助去做侦查 但不是说 你没事就是说 没事我也去 帮忙侦查一下 没有 就是还是要配合 整个政府 他们也许需要 征兆某些特殊能力的人 比如像会开怪手 你可以去帮忙 建立入战争等等的 那当然还有其他 非武装的公民抵抗 比如说 如果真的碰到 类似你在被战领的区域的话 你可以参与罢工啊 或是罢市啊 等等的方式 你都是可以增加 敌人统治的成本 来让我军 能够更有效的 去打一场战争 最后其实我们还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很多事情 其实是你 现在就可以做的 当然这很笼统啊 现在可以做些什么 比如说 第一个所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上网搜寻 积极行动指南 好了 告诉大家 就是说 你可以学习相关的知识嘛 你先就做好 那个必然物质的准备嘛 那当然再多一点啊 你可以做一些体能训练 这个体能训练 也不用太严重 想要每个人都要 就练得 都是这个肌肉很大 就是一些 让你有足够的体能 可以想象 就很像登山的情景 可以负重的 背一个可能10公斤左右的 背包的情况下 你还是可以做一个 半天一天的这个户外移动 或是一些 简单的急救啊 防卫技能 这也都是 现在就可以参与学习的 还有就是认识你的社区啦 就刚刚提到的认识 比如说防空避弹设施啊 或是你家附近的 防灾公园啊等等 各个社区 这个应该是警察部门嘛 他们其实都会在 民房的那种团队 那现在大家很多人说 民房团队不都是这些 老先老太太 他们看起来最需要被保护的 没错 所以就请我们这个年轻的朋友 一起加入他们 保护他们 我们真的有同事 就已经去加入民房团队 他就是里面 应该是最年轻的嘛 他要说第二年轻 第二年轻 另外一个看起来 是被爸爸拖来的 对对对 他说里面都是阿伯 他说你是不是也是阿伯 看你是不是也是阿伯 没有 其中一个阿伯 对 但是确实啊 就是你可以去了解 去参与这些社区的组织 然后真的 如果在发生灾难的时候 你也许可以拍得上用场 我觉得就是从内容来看啦 就其实是有比上一本 有更多的补充 可能就一些上一本 不太适合放进去 或者是没有放进去的内容 对 这本就可以讲 上次可能被要放 然后就会被那个学弟说 这太多了 对太多了 有上一次我一直觉得太多 这一次我就 放手 就这样就这样 因为现在是积极行动了 对 而且是更多的补充这样子 对那比如说上一本 我们在物质的部分 可能讲的比较单纯 那如果有买上一本的朋友 就会发现后面有一个清单 是让大家做准备的这样子 那这一次呢 我们基本上是帮大家 把它更仔细的做划分 就是有你背在身上的 跟你家里准备的 其实是有点点不一样 譬如说准备卡式炉 你就不可能背在身上 对了 或是帝国 跟芋头之类的 芋头对 或是米啊什么的 就有一些物资 可能是没有那么适合 背在身上 但你家里做一些准备是可以的 对或是比如说 我们有写到什么发电机 然后请大家注意发电机使用 背着吗 如果可以背着发电机移动 那应该你也不太需要 感觉是工兵之类的 你应该可以做很多事情 不用烦恼 就不用替你担心 对所以总之 这一本就是做了 比较详细的一些区分这样子 对那也在 比如说受伤这类的技巧 然后也有蛮多图画 直接让大家知道说 这个简易的包扎技巧 大概可以是什么样 对因为我们在发给 就是设计之前 就想说 对啊我们这样文字描述 这个真的有办法呈现出来吗 透过画室美术 然后设计排版 然后出来说 真的看起来 是真的感觉人类可以看得懂的 相对好理解 但如果还看不懂的话 我们都会有付出一些 外部的更专业的影片教学 可以给大家参考 对对对 所以除了文字啊 图片之外 就大家也可以去看影片来 了解一些基本的 这个相关的资讯 对还有提醒 这个东西是 不要说就是 开战才开始看到 现在就要看了 到时候再看来不及 到时候少QR过可能 对对 可能不理由 断网断电 所以现在就要先看 看的话 是不是我们还可以下载 那是下一part才要讲 对不对 嗯对 好我们接下来跟你讲 这本其实看起来 在内容上面 是更着重在战争的部分啦 前面有讲到嘛 上一本可能觉得 有一点太hard code 或者是上一本的时候 担心说 直接讲战争 可能大家接受度比较低 所以这一本就 针对战争的部分 做了更多的调整 对 刚刚其实前面也有提到 我们一年多前 两年前的时候 还想到说 也许我们不要那么 针对战争 用比较安全 用防灾的包装 去让大家更能够 进入状况 但我们觉得其实整个 社会对于这个题目的 认知程度也在改变 大家好像开始愿意说 不管你是哪个政治立场 可能都会想到说 那战争现在确实是 可能发生在台湾的 既然这是一个问题 大家会烦恼的问题 那我们很相信市场上 需要有这样的内容 去跟大家讲说 对 好 如果发生战争的话 这些是以下可能的情境 你可以做好哪些准备 那又像什么 面值 就是我们就直接面对它 反正你不要 大家都是好像憋在心里 但就不敢去问 不敢去讲 我们就提供像这样的内容 让大家 你不要去相信 有的不的 你就看我们这个东西吧 那我们也相信这件事情 就是如果越多人 越了解战争可能的情境 然后提前做好应对的准备 那不管是物资上的准备 技能上的准备 等等的 敌人其实他侵略成本 就会增加 他就会重新去评估说 那我到底还不要开战呢 进而就是减少战争 发生的机会 备战就是逼战 对 还是在讲这个老故事 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 从通到来都一直 跟大家讲的啦 就是讲这样子的节目 这样子的内容 并不是鼓励战争 或者是要吓大家 什么之类的 对 如果我们教大家如何 什么台风战争 那个防备的话 也不会说我们在鼓励 我是研究河川泛滥 不会是鼓励河川泛滥吧 对 那现在就有一条河在那 很爱泛滥 对 你又怎么不怪河 对 应该要怪河 怪什么河 不是河神 怎么这样子 确实是如果没有做好 相关的知识准备 你就不会怪河 你就会把同男同女 拿去陷阱 对 我觉得前面的比喻非常好 对 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 其实就是刚某某讲的啦 直接的面对战争 备战才是真正的比战 对 那因为刚刚讲内容啦 其实应该大家也可以听得出来 或者是如果有稍微看过 也可以发现说 有不少的篇幅 在这个心理健康的部分 那我们之前其实也有几集 都有聊到 就是发现河草是 蛮重视心理健康这一块的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是心理系毕业的 给你个业配自己的机会 业配你没有用 要推销我自己 业配河草 对 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我觉得蛮重要 而且过去大家 比较忽略的部分 因为你刚好认识很多学章节 都有在关注这个题目 所以就把这个专业放进来 为什么会强调这个点呢 其实我们之前都教大家很多准备嘛 我自己的整理 有点像说 一开始你可能要做的是 知识的准备 我学习到相关知识之后 可能开始知道说 我可以做什么样物资的准备 我可以存好什么事物水啊 等等的 在形容余地呢 你可以做技能的准备 我可以自我训练 我可以学习急救爆炸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 我们这次强调的 就是心理的准备 因为你如果练了一身技能 但是如果真的碰上了 这个压力事件 或是比如战争的发生之后 你就心理崩溃 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你没办法应对这样压力的话 那就百搭嘛 你就对 你前面就做的那些准备 都派不上用场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透过这个内容 能够增加大家的 这个心理准备 心防很重要 就是物理上的防备 就算准备好了 你心理的防备 如果没有建立好 你可能一样到时候会崩溃 之前做的其他准备都百搭 战争情况可能稍微远一点 不过我就想到 比如说我有在打拳击的朋友 就有分享说 拳击好像稍微生活化一点点 就比如说运动的角度来说的话 会发现说 其实你觉得好像上台 比拳击的这件事情 好像是那些人技术 很厉害就好了吗 就会赢了吗 但他就说没有 其实有的时候 你最后要做出 你练好的动作 你准备好的事情 很重要的是 你心理要做好 足够的准备 然后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对整体的情况了解 或是更生活化的举例 就是大家都考过试吧 你书念了很多大考的时候 不一定可以发挥 那就是心理 心理紧张 所以心理的准备是很重要的 真的 所以就是 当然我们都好像听起来 很简单 如果准备怎么准备 就准备 也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就是说 大家可能多去认识相关的知识 多去practice 比如说准备技能的话 如果要知道说 防空变弹设施在哪里的话 你就多走几次 多找几个地方 慢慢熟悉这些东西之后 你的身体就会把这些东西 记忆起来 你可能就真的发生 突发状况的时候 你可以很快的就身体反应 把这些动作给做出来 对 就不会到时候再慌乱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讲了这么多 很棒 很不错的内容 这么棒的内容 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得到呢 请上网搜寻 积极行动指南 积极行动指南 应该不用解释拿几个字 积极就是积极的积极 行动的行动指南 指南的指南 谢谢你的解释 其实我们这是 刚刚其实有不断破梗 就是说我们 除了让大家可以线上看之外 但我们也很强调一个点 就是说 如果真的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 可能就是断网断电 那你到时候没办法看 什么办 没关系 我们早就想好了 所以 对 我们在积极行动指南 线上看的页面 下面有一个 可以填email的地方 如果填email的话 我们就会记一个 你可以下载档案的连结 你可以下载到自己的装置里面 不管你用什么 平板拿手机 电脑等等的 那我们现在也在准备 看是不是能够做一些实体 这高 这是你要 学历要讲的部分 好没关系 你都讲一半 我刚刚补充一下 就是email下载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 有时候这个 跟大家用的装置有关系 所以可能有时候 你如果发现 没有下载到 找不到附件 就去垃圾邮件 收一收 有时候就是会被滤掉 我们已经尽力处理了 对 那刚刚某某讲到说 实体的部分 那因为比如说 电脑上面有 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有实体手册 还是比较安心 对 而且听说就像个 艺术品一样的青梅 对没错 是吗我不知道 有啊 我们真的是蛮漂亮 大家线上版 应该也可以看得出来 对那实体就是 我们还会再增加一些 除了线上版之外的内容 对包括比如说 刚刚讲到说 要做准备 那怎么准备呢 那里面就会 教大家怎么样 比如说你包包装好了 装好之后 你要去你家附近的这个 有些小卡 对有一些小卡 就跟着小卡的指示 去你家附近的避难设施 走走看 看看包包多重 然后你可以走多远 然后从这个难易度 如果从一分到十分 这个走起来 对你来说困难度是多少 如果只有五分那很好 如果背起来超累 是十分的话 那可能就要做一些调整 可能你装太重 刚刚想到说 你也可以帮你掐否 防空避难设施评分 评几颗星 可以吗可以自己开 自己开一个 那个地图的点这样子 对啊 总是一个蛮有趣的计划 对好 我们可以来研究 看看是不是可以做这件事 好所以总之 这个实体版 我们就会有一些 操作型的附件 跟大家互动 那因为上一本的 公民行动指南 其实也有做类似的事嘛 就教大家怎么做 自己的经纪避难地图 那所以我们这一本呢 就会有各种指引 包括比如说居家准备啦 打包啊 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事情 然后哪些东西要准备 这样子 对那这个很丰富的插画 跟这书室的阅读距离 我们都有考虑到 让这个从年轻到老 大家都很适合看 那我有实体测试过 这个要给家里的长辈看 对对吧 朱回徽 回徽也要看得到啊 不然就没有用了 对对对 对吧朱回徽的长辈也是看得到的 所以基本上呢 就如果有填写 这个email下载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开预购的时候 就会优先把预购相关的 资讯寄给你 这样子 好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先免费线上看 留下你的email 然后很快就会收到 这个预购的通知咯 那我们应该预计 这个12月中左右 就会开始预购了 对开始预购 OK还可以 对还没有那运输 家好紧张哦 12月中 12月中 紧张紧张 对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介绍 积极行动指南的 大致上的内容 这样子 那有兴趣看的朋友 可以在线上搜寻 再说一次 积极行动指南 对积极行动指南 那相关的连结 我们也会放在这个 下方的资讯栏 对下方嘛 对大家可以点这个连结 对所以听到的时候 也可以直接点进去 对没错没错 好 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咯 好感谢大家 拜拜 波草民房跟我有什么事 是一个讨论民房议题的节目 我们希望让民房议题 变得有趣生活化 让更多人一起了解 全民房会的重要性 欢迎把节目资讯 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今天聊到的 握扫文章连结 都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follow握扫 Facebook IG Twitter YouTube 以及我们的Podcast频道